基督认识论而言,基督教与副教主要不同点在哪里? 最重要的一点,基督教借着基督认识神,副教到最后找不到神。 所以,副教要认识自己,没有透过神同神的启示,特别是从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可能性来认识人。 当然,副教没有办法透过基督来认识人的本性。 基督降生在世界上是在释迦牟尼以后五六百年,但是释迦牟尼没有找到神,也不对神有任何的认识。 他仅然讲一句话,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所以这一个呢,副教的认识论里面会把自己绝对化的可能已经为了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新世纪运动里面的人把自己当作是神的这个东西来铺路了。 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宗教的始祖都是上帝派来的始者。 我要救人来走天路的方法。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有很伟大的人格的地方。 但是在何等伟大的人格里面,他们都是有限的,都是受造的,都是有罪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宗教家之后,基督还要被派到世界上来。 要把那无罪的圣者的什么代替罪人的救主资格显明给我们。 你说呢,摩哈摩德是在基督以后。 这个宗教历史里面,祖前六百到祖后六百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主前六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苏格拉底在西方, 那么这一个老子在东方,孔子在东方, 有的是释迦牟尼在印度,六百年以后就产生耶稣基督。 再六百年以后,就摩哈摩德,也就没有伟大的宗教产生过。 宗教天才是人类天才中间最少最少的比例。 道的天才也不多。 印度天才比较容易,虽然不多,作诗的天才也很容易。 所谓天才就是不多才叫做天才。 多的可能就是通才。 天才常常站在屋顶上说,这里地皮很小,很少别人可以与我同在一起站立。 他们是很孤单的。 那么这个呢,宗教的才干里面,都是产生在很迟很迟的。 宗教的创办人都有很长的寿命。 亚伯拉罕175岁。 摩西120岁。 老子80多岁。 红子72岁。 释迦摩尼80岁。 摩哈摩尼80岁。 摩哈摩尔62岁。 在宗教里面,耶稣33岁就被抓去定死了。 一个人到33岁,会有什么成就呢? 祈福是不可能的。 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你一定要注意。 你们信我,不是信我。 你们来信,猜我来的伤害。 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 你们是看见他,猜我来的伤害。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是人,在人生的道路中间走了一半,发现问题了。 人是有罪的,怎么办? 就盼望找出路去产生宗教。 这件事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 相反地说,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的罪来呢? 我认为这句话是人类历史中间,道德性最伟大的挑战。 没有人可以这样讲。 没有人曾经这样讲。 没有人敢这样讲。 如果你在你班里说,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的错误来呢? 马上一大堆子说。 所以耶稣可以这样。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在他的四周就有两种人。 一种是天天从早到晚跟他的门徒。 第一种是纯着第四周的眼光来找麻烦的人。 这句话不可能有答案。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只有他是绝对圣洁无罪的救主。 其他的宗教是教主。 基督是救主。 那些教主跟救主是不是差不多一样呢? 好像写字上差不多一样。 但当你在海里快要死的时候呢? 救命啊!救命啊! 一个人说游泳要这样开始。 提国塔人可以说是希望撑上 설迹。 ene Kang平比起来傍着你揽讲, 我恰意 birthday como一个猴子, 然后踢ала脚。 拿了脚踢, 同时它跨了成就一下。 你会晾起来来然后开始追面, 那人的老手到下里。 你änd Baltimore还是脚踢了。 还会动了。 不许是可以说 我vit cherry,你冲着你营即走清难。 这个叫做教主。 舊主呢,传手来。 余子给你体骔, 拉起来。 懂吗? 而且教主是 зм�弱的. 这个叫做教主锯边提醒你。 寫上好像很像,但是呢,是字方面的分别。